你那個 那你覺得最該被放上去的三個イmoji是什麼 真的太難了喔 你自己最想要的嗎 我自己最想要的 對啊 對 真的蠻想要滷肉飯的 那要不要今天先以這個為目標 先把滷肉飯做出來 然後我們就來summit 好啊 因為日本人好像也蠻喜歡吃滷肉飯 對 日本那個就是 假的台灣滷肉飯好像很開心 對 還是怎麼不夠糟糕 好 很奇怪 哈囉 大家好 就是我是Elly 那今天來提這個數位考古的這個坑喔 其實這個坑目前看到 可能沒有像其他專案一樣 可以這麼可以看到那個即時的效益 那就是我們覺得說放眼未來的話 其實他是一定會有票 所以我就自己挖坑給自己票這樣子 那我們提案人有兩個 一個就是我 另外一個就是莊廷瑞 就是後面那個白頭髮那個位 那需要大家就是今天再聽完我這個 主題之後有興趣 可以來找我們聊一聊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 欸 好緊張 為什麼會提這個坑呢 就是其實大家也知道就是近幾年來這邊 社會運動其實還蠻多的 那他其實產生很多很多的數位資料內容 那現在產生數位資料內容他其實又快又平 那就以史料紀錄來說 其實數位資料好像放入網路營端上面 就是你隨時要看也看得到 然後這些的歷史資料保持 其實我們主要是注重於在忠實呈現它的完整性 那我在工作過程當中 會接觸到一些博物館領域的或是人文社會學者 那發現他們就是有共同問題 就是他們資訊領域的那個技術或是能力其實很缺 那所以我希望在這邊提案就是讓大家關注到這個領域看 可不可以幫他們 把他做這些當代歷史的電場處理喔 那我們這邊其實設想就是有幾個保存的重點 因為我本身是有一點資訊底的人 那我們覺得說希望當代事件其實因為他比較沒有距離感 那每個人他的一些想法跟偏 就是想法都會不太一樣 那我們希望說以不太那個偏見方式 重現保存他原始的狀態 包含他背後的系統或是他的網路評論 那如果他是open source的系統的話 希望可以把他clone下來 算是封印做的狀態 那如果不是open source的話 希望用archive的方式把他進行 那最明顯的案例在台灣就是318的部分 那之前實體文物其實我們已經有archive下來 但是像數位媒體部分其實還有很多 還流傳到各個地方去 那很多東西他其實就是漸漸消失中 那像hi-pi跟hi-fo的之前呢 roni網有幫我們就是把他是clone下一份 但是他其實並不是封印做的狀態 我們希望他可以保存當時最後的狀態的樣子 那因此是說我們希望 今天可以來跟大家討論就是說 像這種歷史事件 不管是318會只有任何歷史事件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archive他的範圍 就是甚至隱私權的部分 以及授權的部分要怎麼注意 那我自己是想要寫一個 那個自動化的archive自器人 可以幫我們把 我假如丟關鍵字 他自己就會去幫我下來收集下來 那我知道現在有那個未把凱夫的部分 可是他其實有一些極限在 可能沒有辦法這麼達到完整性 那我們需要這些人 那希望大家來一起找我聊聊天 還有那個莊琴瑞這樣 謝謝大家